首批BNT近日抵台 幺蛾子不断 据悉 这批由德国装货 目的地是台北的BNT 在始发地上货时 冷冻柜外观还挂着 复辟太字样的布条 台媒拼入称 三个柜台的四面都挂了标签 一共有12条标签 而在大陆媒体发布的新闻图片中 也可以清晰看到 复辟太、复兴医药等中文简体字 不过当BNT抵达台北 三个冷冻柜从机舱卸下时 写有简体字的布条 已然消失不见 据中天新闻等台媒描述 货机抵台时 显示看到有消毒人员站在舱口 尼寺进行非常应付式的 喷洒消毒作业五秒钟 紧接着就一名机场的地勤人员 爬入货舱 随后又将舱门关闭 直到冷冻柜出舱这名人员 都没有再出现 而写有复辟太简体字的布条 也随之消失不见 在台媒看来 布条到底去哪儿了 无疑成了当天最大的疑团 而这个疑团的答案 似乎再明显不过 也因此 机场方面针对布条的这波操作 引发岛内民众的质疑 货物还未出关就 擅行改装合法合规吗 一张简体字布条 又碍得了谁的眼呢 事实上 根据当地法规 在海关尚未检验放行的情况下 擅自改装货物 有违反岛内海关机 私条例的嫌疑 台卫生部门负责人陈时中 也出面解释 称绑宣传布条是 BNT首批出货的惯例 因为和买方的约定不同 抵台后 由买方决定移除 移除标签是否违法 由海关认定 而台北官务署 则称 并不清楚 移除相关的事 也无从处分 但这一回应 便很快遭到打脸 据台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透露 当天 台湾慈济 台积电代表前往街机 但在现场 却有街机长官 向机场方面提出要求 不能让媒体拍到复必泰 对于这反乘的情况 台湾民嘴赵绍康 近日受访时称 复必泰标签是民进党 一大早派人上飞机检调的 在采购问题上 民进党当局有不想和大陆任何事物站上边的政治信谋 此前 在购买PND期间 台当局就多次声称 要以所谓原厂制造 原厂包装 直送台湾采购 BNT 年轻选民跑了 蔡英文急了 赵绍康8月25日晚 在脸书以此为题发文表示 陈时中为什么突然又准许贴有中文复必泰标签的BNT进台湾 不是因为良心发现 而是要救蔡英文血崩下跌的民调 民进党也慌了 不敢再阻拦 且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显示 手头足对蔡英文的支持率从93%大跌降到47% 民众对蔡英文的政治只给52分 年轻人热情浪漫 有理想性 一旦发觉被骗了 也容易转头离去 赵绍康说 只有台湾坚持要德国原厂 克制没有复必泰标签的BNT 所以才会拖到9月底出货 如果当初早就接受 7月10BNT就可以运到台湾了 就是蔡英文 陈时中 民进党这些人 一时形态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反中情绪塞满了他们的心胸 宁愿让台湾人陷入空窗期 赵绍康直言 民进党太过于自信 以为只要打击反中大旗 年轻人一定买单 干什么都会盲目支持 蔡英文太自信 以为只要打出爱台湾的诉求 年轻人就会献出手臂 结果证明年轻人头脑很清醒 赵绍康强调 科学就是科学 不是你说有效就有效 要数据证明有效才有效 在民进党执政之下 倒霉的永远是相信民粹的民众 不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而是应有当初才有今日 赵绍康怒哄 执政掌权的人一定要没有私心 千万不能为了私心而坏心 蔡英文和民进党 虽然要承受自己种下的苦果 但人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民进党二日也在脸书发文 批评这种举动明显表示 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 政治考量永远大于防疫工作 就算撤掉装箱的外的原厂标签 平身依然有复辟态标签 这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国民党立委赖世宝则痛批 民进党当局此举事欲盖弥彰 另外赖世宝指出 现在民进党当局政策转弯 让很多年轻人可以施打BNT 但自己却接到很多中年人的抗议 觉得他们被遗弃的族群 因此怒不可涉 赖世宝发文表示 民进党当局曾表示 已经不再让意识形态来主导政策 所以痛改前非 让硬有必复态外面包装的BNT可以进来 结果发现 民进党骨子里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只是迫于形式罢了 这些台面下的小动作 让大家其实厌烦到无以复加 大家在乎的是品质里有效 有防护力的BNT 瓶子外面印的是什么文字 表情根本不重要 没有人在乎 除了民进党当局之外 对台当局屡屡屡无视百姓诉求 失望透顶的台湾民众在评论区 扎堆开码 我们只在意有没有有效 只有绿营政客 才在意什么简不简体字的 你借意简体字就不要打BNT 我打 没一天到晚乱带风向 意识形态比命更重要吗 写个简体字都能闹这么大动静 有人真是怕了 别再揪着这些事不放了 赶紧开打吧 再折腾下去 说不定明天苏贞昌恼羞成怒的 就再拖一个月 让人一瓶一瓶撕平身贴纸了 另外 日前蔡英文在凯达格兰论坛上的一番论调 更是激怒了各路网民 我们不走向军事对抗 叛与邻国在和平稳定且互惠的原则下共存 蔡英文这番邻国论很快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9月1日 中广董事长赵绍康实在忍不住了 他称这个邻国很明显指的是大陆 如果这不是两国论 那是什么两国论呢 他评论蔡英文只是敢做两国论快闪租 因为他怕美国教训他 逼他收回 但这真的是对台湾有利吗 9月2日 国民党称 邻国论可以说接近两国论的翻版 再次挑动已经恶化的两岸关系 其实蔡英文当局频繁地用语言挑拨两岸关系 无非就是想捞钱捞选票 就在8月31日当天 台湾国防部将2022年度国防预算书送至立法院 其中出现数个指标性新个案 包括F16远距精准武器筹购 抗定级舰战斗系统性能提升 高高空无人机系统 预算总额都超过百亿元新台币 都知道台军内的实力 先不论这些武器到底有几斤几两 但砸在台军手里恐怕也没啥作用 而岛内的老百姓又能被民进党当局挂有了 民进党总打擦边球非常危险 哪一天不小心将球打出外界 将是台湾人民遭殃的日子 也终将成为历史罪人 以邻国来界定两岸关系就是两国论 以及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的翻版 无疑是严重的踩线行为 给当下紧张的台海局势获上交融 对于蔡英文踩红线的言论 是时候要采取强有力的针对措施了 现在的台当局就像一个装睡的人 对于大陆提起的严正警告 举行的大规模军演 军机军舰在台海常态化巡航 已经完全处于一个麻木不仁的状态 完全惊醒不了他们 除非大陆采取的行动突破往常 才有可能让岛内有所触动 但也仅仅是触动 过后他们又陷入了一种新的麻木状态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勾起 为了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大陆对台好话歹话说尽了 会台措施一个接一个 放开大陆市场让岛内商品畅销无阻 2020年大危机袭击岛内 在台当局之前极其冷血无情攻击大陆的前提下 大陆不计情嫌第一时间站出来 愿意给岛内提供援助 结果还招致台当局的又一波抹黑诋毁 可以说大陆对台已经做到人质易尽了 就算是一块石头也被大陆善意捂热了 但台当局呢 一意孤行走在分裂国家的绝路上 由此看来 因为对台释放善意已经拯救不了台岛 对于这个白眼狼 大陆所有的善意都只会被他当成是软弱可欺 有如此不识好歹的当局 那就只有把板子打到他的屁股上 真正把他打痛了 才有可能让他有所警醒 才会收敛分裂行径 蔡英文这一次 财两岸的关系红线 就已经到了必须要狠狠教训台分裂的分子的时候 9月2日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民进党当局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妄想借助外部势力以武俱统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 是将台民众推向灾难 只会自取灭亡 勿为言之不欲 台分裂分子不收敛不收手 必遭严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